行管令可能在延长两周 欢迎收看4月23号 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37天了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宴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71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603人 二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95人 不过也有90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3542人 太空人变送餐男孩 三木扎化是首名进入太空的大马人 如今他变身送餐员 为他经营的马来餐厅惹梦送餐 三木扎化在脸书分享他其摩多 为客户送餐的照片 并说自己是送餐男孩 赢得不少网民点赞 行管令可能在延长两周 由于担心斋戒月返乡潮 会引发新一波的疫情 政府有可能会实施第四阶段的行管令 根据新周日报的报道 尽管尚未正式公布 但根据政府对担戒月 所做出的准备工作 预示了我国将实施 第四阶段行管令的可能性 预料也将会是为期两周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前见医生待树屋隔离 美国的一名前线医生巴恩斯 每天都需要面对冠病确诊者 他担心回家后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人 所以他决定在家里后院的树屋上 进行自我隔离 这个树屋原本是他两个小孩的游乐场 但为了保护家人 他必须这么做 而他的孩子也明白事理 每天都对爸爸说 这个可爱的小男孩 正是英国的路易小王子 他刚度过两岁生日 英国王室官方社交媒体上传了 多张小王子的猛照 小王子用沾上了彩虹颜色的手掌 制作了一个艺术作品 来为前线的医护人员打气 散播爱与希望 土耳其各地的清真寺 因为疫情而暂停了集体祈祷 而当地的一间清真寺教长 为了帮助平民 将清真寺变身抗疫超市 原本供信徒放邪的邪价 现在已经堆满了食用油 意大利面 饼干等物资 这些都是善心人士所捐赠 让有需要的人免费取用 疫情爆发后 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变得非常艰难 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却看到了许多的善心人士 在尽着自己的一份力来帮助他人 那么希望更多人可以把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的精神培养起来 一起打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那么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宾燕 谢谢 目前在马分享抗疫经验的中国医疗专家李俊 对大马卫生部的前线抗疫表示称赞 并称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其实马来西亚的医疗一向来都是世界顶尖的 2019年马来西亚就曾经被美国媒体 评选为全球最佳医疗国家 墨西山最近也被中国媒体获评为 世界三大解除医生之一 我们活在马来西亚 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愿病毒早日散去 也祝你平安健康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彬燕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